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東網的觀眾你們好 我是YUNI 趙哲瑜 今天我會教大家做一個家常便飯 這道菜是咖哩薯仔雞翼 首先要介紹一些材料 當然有雞翼 薯仔 香茅 蔥 檸檬葉 蔥頭 咖哩糕 咖哩粉 椰漿 生抽 老抽 生粉 糖 鹽水 第一步就是把這些雞翼去雪味 做法就是把雞翼放入一些鹽水 大概浸30分鐘 雞翼去完雪味之後 就需要加熱 首先要把生抽 老抽 糖和生粉全部倒入 現在要煎一煎薯仔 這些薯仔我已經煮了10分鐘 已經夠軟了 煎這個過程主要令它硬身一點 首先我會加一點椰子油 為什麼我會選椰子油呢 因為它的味道會比較香 而且會健康一點 現在就要煎一煎薯仔 大概用中火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太大火的話 它很快就會焦了 但是它又未硬身 當然那些雞翼也要煎一煎 煎的時候 就把皮放在鍋面上 煎至兩邊都是金黃色 雞翼已經熟了 就可以上鍋 剛才煮完那些雞翼 大概有少許油在鍋裡 就用那些油 炒一炒檸檬鹽和香茅 然後呢 把那些咖哩膏也加進去 之後呢 就把那些雞翼也加進去 在這個時候就加點水 你加完水之後呢 就可以蓋蓋了 大概就把這些的咖哩雞翼 就焗十分鐘 現在呢 就可以加少許的椰漿 然後又加一些咖哩粉 煮到大概滾了 就可以把那些薯仔加進去 大約煮了五分鐘 就可以加一些蔥 下去了 我現在可以上鍋 剛才那些蔥頭我炸了 那就加在上面 就更好看 好看 Polly啊 我看Yuni做這個咖哩雞 其實步驟都很完整 而且賣相都真的很吸引 但又來了 我這個初歌的問題 咖哩糕呢 我看它做的都好像比較難開 嗯 不如這樣吧 我家就會用咖哩粉 我現在介紹我自己的做法給大家看 我們一開始呢 其實我們很簡單 首先先燒熱椰子油 嗯 不需要太多的 因為現在我們目的是 先爆香的料頭 所謂的料頭就是我們有蒜粒 我自己喜歡吃蒜 所以我不會太用 我喜歡有點咬口 然後就加洋蔥 下去爆了 我們看到洋蔥開始半透明 嗯 我們就可以加咖哩粉 和黃薑粉下去爆 我們大約是加兩湯匙的咖哩粉 然後呢 就一茶匙的黃薑粉 黃薑粉就是增加香味和顏色 所以不用太多 那這個時候呢 加上青紅椒 很漂亮的青紅椒 還有我們的雞肉 麻煩就是雞肉 雞肉我才是雞肉 雞肉呢 我預先去皮 是 還有切絲 用少許鹽醃了它 大概醃15分鐘就夠了 因為我們現在有少許燜煮 是 那要少許燜煮的 你要加甚麼 水 沒錯了 麻煩快點水給我 要倒少許 全部加進去 因為我們看到的材料都很多 對 全部加進去 是不是很香 嘩 好 有糖 又是倒進去 倒進去 最喜歡倒進去 倒進去 你幫我倒進去 我倒進去 這個是豆瓣醬 我會加少許進去 因為我們沒有加味精 這個咖哩 嗯 是 那我們首先加半罐 如果不夠就再加 好夠了 那我們試一試 好 如果覺得不錯 我們可以賣麵了 是 我知道了 加生粉 沒錯了 唉 不要就這樣加 你看到生粉已經停在底 我們要攪一攪一攪 原來是這樣 就是這樣 其實我本身很討厭吃洋蔥 嗯 但是現在這樣攪拌 因為那個醬汁很甜 嗯 就令到我連洋蔥都覺得很好吃 嗯 嗯 嗯